好 大家看这儿啊 我给大家写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找前面一个例子吧 啊 找 想想找一个什么例子 就找这个查询所有的吧 查询 所有 HQ 就它 我就考虑它了啊 大家看啊 我现在这是查询所有 这样我把这个数据啊删一些 我就留三条数据 要不太多了大家看的时候不是很清楚 就留三条数据 就留三条数据 这个运行 是没啥问题啊 查询三条 是吧 现在我想让大家看什么呢 看这个 这是第一次查询是吧 然后 第二次查询 这就是 List2 看到没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二次 这样我们中间加个分割吧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啊 加个分割键 跑一下 你看 你看 这第一次吧 这第二次吧 有问题没有 没问题啊 俩一模一样 这俩一模一样 就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 效率低啊 你既然查的是 你既然查的是 相同的内容 为什么你第一次要到数据库查 第二次还要到数据库查呢 我这里边有缓存呢 我们查询出来的对象是放在缓存的 有缓存 为什么你不会从缓存读呢 这就是他的问题 我给你写了 这是什么 关键接口的 List方法 怎么样 不会从 Session 缓存中 读取数据 这会导致它的效率比较低 会导致它的效率比较低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你看看啊 你看看我这怎么写的 我这就不是用这个list了 当然我把这把这删掉 这个删掉 我这就不是用list了 不是用list了 用什么 点 我这有个什么 itrate 是什么东西 迭代器 对了 我这使用一个迭代器 把这个删了 当然我们知道迭代器这 是吧换行啊 然后迭代器我该怎么 电力一下呀 我们是不是一般用well啊 it.2 has next 然后做什么工作 我直接输出吧 我直接输出 it.net 这是不是就那个student呀 先看一下它怎么行 先不用管下边啊 咦 怎么这么多东西 看它做点啥 首先你看 这是什么 slat 这是不是tid呀 是不是slatid呀 from我们是不是这个表啊 啊它从表里边是不是先把所有的id查出来 所有满足条件的id吧 是不是 所有满足条件的id 怎么就所有满足条件这样吗 再跑一下 我给你加些数据吧 我数据多了吧 我现在数据多了 这个做查询 这个啊 从tid开始说 vr id 小于 5 id小于4吧 是不是就是123 还是那三条吧 我现在写这个没问题吧 怎么没反应啊 是这三条不是 对不对 还是这三条啊 我刚才主要说了一句话 我说 满足条件的 你这把有同学会 就抠这个字眼的 你哪儿你的条件呢 我这儿现在给你加上条件 是不是还在那三条啊 说白了 还在那三条数据吧 那我这儿是不是也给你加上这个条件 vr id 小于4 好的 你看 我这儿是不是首先做了一个查询 查询的是不是id呀 我查什么 是不是先把所有满足条件的 是不是 对象的id是不是都查出来了 紧接着 他做了一个什么 select tid tname td tsc 是吧 然后从这 where tid等于 哦 他的查询条件是tid等于 哎他这个 问号是谁给了负责 他这个负责 他这个负责从哪儿来的 你这样不是刚查出来吗 刚查出来是不是1233个 所以他这样负责1 就从这个查询的结果里面找到1 然后 是不是出来1呀 又找到2 你看tid 找到2 是不是出来的2 找到3 是不是出来的3哪 他这样查的 你注意 这种查询叫什么 他查的不仅仅是id 他把其他的属性也查了 这种叫什么 这叫详情查询 这个叫详情查询 就详细情况啊 而他就是我们的主见查询 那有什么区别吗 主见查询的效率 要远远的高于详情查询 因为数据互联是不是有索引呢 我们是利用索引来做的 所以啊 大家需要注意 他的查询效率很高 但是他的查询效率却很低 他不光低呢 他还查了几次啊 就每一个slag的语记 都是要跑到数据库去查一次的 他查了三次 所以我们eaterate这种方式 查询效率是很低的 虽然我们这儿的查询 大家看 我们这个查询 list的查询 刚才是不是也说 他的查询效率也低啊 先看他 他是不是做的也是乡情查询呢 但他的乡情查询查了几次 他就查了一次 所以相对来说 他的这一次查询效率 要高于 其实确切地说是远远的高于 eaterate这种查询方式 这是list和eaterate这两个啊 查询效率上 eaterate要远低于他 因为他查了几次 我问你查了几次 查了n加一次 你有几个数据 你查出来几条数据 是不是我要 我要到数据库查几次啊 我是不是查了三条数据 我是不是 详情查询查了三次啊 所以他查了n加一次 而这个查几次 就查一次 虽然他的详情查询代表就查一次 是这两个啊 iaterate和list 这两个 iaterate效率低